接著就要講那個重點的叫做核能發電 目前商業運轉的發電方式 核能發電都是用所謂的核分裂 讓它從大核變成小核 大量是我們的燃料是經過濃縮的 又235 好 又235 這個符號還記得嗎 23592156還記得什麼符號嗎 有個代表原子序是誰啊 有個代表實際上是誰啊 那麼235是什麼東西啊 然後裡面會有幾個直指幾個中指啊 就是以前學過的你要曉得 雖然在這裡是不考這個的 但是以前學過的你要會 又235 我們用的是又235 第二個是用的是又238 常見的是又238 就是又有同位數 教你的是一個又238 一個是2235 238比較多 可是那不是用來核能發電 我們用的是又235比較少 那麼比較比較少 那麼過程是這樣子的 在圖示上面說 有個中指撞進來 這個中指是慢中指 不能太快 它還要直接穿出去了 就沒有辦法引發反應 所以慢中指撞進來 在那裡導彈 它就開始不穩定 它就列成兩個 兩個 就是所謂的 產生的新的元素 新的原子 同時再放出2到3個中指放出去 然後呢 同時有能量出來 它又得到我所要的 得到所要的 OK 一個進來 出去3個 3個再去撞別的 就1會變3 3會變什麼 9 它就會越來越大 這個叫做連鎖反應 連鎖反應 所以 所以 我要讓它有反應 可是不能夠反應太快 反應如果太快 就會連鎖很多 就一下子產生太多了 那就怎樣 爆掉 就是原子彈 就是原子彈炸掉了 那核電廠不能炸掉對不對 所以我不能讓它發生這麼嚴重的連鎖反應 方法有 第一個 我的原量 就沒有濃度很高 所以我打出去 我撞不到東西 我就不會有反應 所以以前有一些 頭腦不清楚的反核人士說 你的核電廠像原子彈 這是絕對不可能的 為什麼 根本就炸不起來 炸不掉 濃度不夠 就跟我們在喝酒的時候一樣 你那個人做燒酒機啊 點火啊 破湖燒起來對不對 你拿開酒刀刀 你就怎麼燒都 燒不起來 因為濃度 不夠 濃度不夠 方法一 本身的原料就是 濃度不高的 第二個 我有控脂肪 當然會教 控脂肪把多的中指吸掉 如果中指吸掉 它就不會 我會跟你說 連鎖反應 太厲害 它就會炸掉 所以 我在可控制的情況之下 讓它反應 所以讓它產生能量 但是呢 不會碰掉 不會炸掉 不會炸掉 OK 那麼這就是一個大致上的裝置 就是 你會看到什麼壓水事什麼事 你不要理它 因為我壓的學問 就不要擺它 反正基本上就是 中間這個大致就是 我有所謂的一個 核燃料 然後呢 去加熱 會去煮開水 所以上面 你有看到一個水蒸器 上面你看到水蒸器 這個就是煮開水水蒸器 然後推動渦輪機 然後讓轉圈圈就發電了 發電了 但是那個機組會發熱 機組會發熱 發熱就麻煩就大了 所以我需要個冷卻水 把我們的機組冷卻下來 所以基本上 核電廠都蓋在海邊 為什麼 我要把海水抽進來 讓機組會冷卻 上次日本大地震 然後核電廠掛掉 為什麼掛掉 冷不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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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熱了 太熱了 冷不下來 所以要冷卻水 把它冷卻下來 冷卻下來 然後呢再弄東西 好 那 我們的一個燃料棒呢 是用 這個耗金屬包裹的濃縮釉 大概有3% 如果要做炸炭 大概30% 大概30% 所以我說炸不掉 炸不起來 3% 6-2-3-5 重點 它裝的是誰 又2-3-5 不是又2-3-8 然後呢 濃縮釉 好 濃縮釉 然後呢 燃料棒 但是呢 我要有一個 說要慢中指 對不對 慢中指 我用水 清水就是一般的水 種水就是 那個清是用同位素的 刀跟穿 那種水 還有石墨或者是 可以來做廣核計 讓它變成慢中指 那個車洛比核電廠 它就是用石墨 所以它會燒 它可以燃燒 所以它最後就燒掉了 所以產生剛剛的 我們的核電廠是水泥 基本上燒不掉 不會燒 不會燒 OK 石墨來做降速 然後還有一個控制棒 講過了 我用控制棒把鍋的東西吸掉 它不會反應嘛 對不對 所以就是用這個 骨鏽鋼 包括鵬跟隔 然後呢 把它擴合 把它吸收掉 這就是我們的材料 考試就問你說 考試就是問這個 把我的金燃料棒誰包啊 我用什麼當材料啊 來做控制棒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有放什麼東西啊 我有放控制棒 就問這些 所以把它看一下 這個計一下 背一下就可以 然後還有就是燃料 是什麼燃料啊 又二三五啊 有很多背 然後呢 熱帶的時候 我剛才講話 需要冷卻嘛 需要冷卻系統 然後把它冷下來 不然會就有個最為提 叫做爐心融毀 就是裡面的燃料棒 外殼通通都融化掉了 燃料直接布露出來 那爐心融毀 是核電廠災電已經最嚴重的 以前叫做中國併發症 意思就是說 在美國發生災害 熱東西融化融化 然後又穿過地心 然後到達地球另外一邊 中國併發症 這樣講稍微有點誇張 不過意思不意思 太熱了 然後呢 這個是要然後 它有放射線 我講過嘛 核分裂會有放射線對不對 所以要嘴擋住 讓它跑出來 所以我們有鉛 還有混泥土 來防止我們的放射線外線 有沒有 放射線外線 好了 核電廠有什麼優點呢 基本上能量強而且便宜 當然反核人是不同意 他會認為說 你不能降蒜 你不能光太蒜 燃料的錢 你要從那個建廠 建廠 還有包括把那個廠給拆掉 你不能一算 如果這樣算起來 你核電廠不會比較便宜 然後呢 儲存不得沒有問題 它的空間很小 因為一每盆是一平八嘛 所以只要一點點 就能產生很多的能量 所以儲存問題很小 而且基本上它是 不會產生溫室氣 所以現在有一些人 是在鼓吹要用核能發電 為什麼 因為它不會有二氧化電 它不會增加溫室效應 其他的 很多都會 很多會 所以還要 然後也不會有空氣污染 因為這些問題 缺點 安全性 就是我們歷史上 以前是什麼三里島 車諾比 現在多一個日本三一 還有一個重大的核能災害 然後呢 就覺得它很恐怖 很麻煩 而且三一一個線不算 其實這樣三里島跟那個車諾比 都是很多是因為人為操作不當造成的 那這個 那你覺得安全上的大問題 而且最後就是這個放射線 放射線 它有很多放射會出來會傷害人 然後核被料 它弄完之後核被料 目前無法解決 目前無法解決 它就是有放射線 然後呢 可以給你上萬年 不還有具有放射線 就有傷害性 目前 只要把它買起來 藏起來 不要弄 那問題是 找什麼地方可以藏 而且要藏個一萬年 十萬年都不要你碰它 這個也是個大麻煩 所以反核人士會告訴你說 這要說一害萬萬 因為這個放射 這個核被料目前無解 當然樂觀人士說 現在無解 搞不好明年就 有解 因為科學在進步中 那反核人士不喜歡聽到這種話 好 但是至少到目前為止 這個 有放射線的核被料是無解的 然後沒有辦法處理 只能把它 存起來 藏起來 那不要讓以後的人 看到碰到它 OK 這是它的一些問題 就是跟各位介紹 核能八點 請把該背的東西給我 背起來 用什麼原料 用誰做控制棒 用誰做燃料棒 然後呢 計算公式就是1等於 MC 平方 OK